一生跨越领域 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 准确陆入预定海域 在60年前的1964年9月 当中国的手弹无枪 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 就是在原子弹爆炸的同时 这把枪已出具出行 现在在我身后 这枚高21.3米 重量接近30吨的庞然大物 就是可以发射原子弹的枪 东风2号 我国首枚核导弹 就是从这里起飞 飞向罗布泊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 东风2号地地地导弹 它可以运载核弹头 摧毁敌人的军事基地 和军事工业中心 等重要战略目标 1962年3月 刚刚走出困难时期的东风基地 迎来了东风2号导弹 这枚导弹的研制生产 仅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实验成功 就意味着我国真正掌握了 从导弹研制生产 到测试发射的全部技术 东风2号进场后 很快测试工作顺利完成 东风2号导弹 带着人们的满怀期待 助力在了发射台上 而人们正在急切地等待着 发射时刻的到来 说到这个核武器 实际上在研制过程当中 还是非常不顺利的 因为毕竟我们要从仿制 到自行研制 而是要到自主创新 去搞这个核导弹 尖端武器 对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 在经费科研水平 科研能力 设计能力方面 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一分钟准备 转发射 看着它升上去了 结果走走走走走 走得慢了 慢了一会儿停下来了 停下来一会儿横过来了 我就作为当年 是搞总装结构的 这么一个基层的设计员 到了咱们九泉基地去 在我们眼睛看的情况下就爆炸了 失文的爆炸落下来 发射后69秒 导弹突然失去控制 坠毁下了距离发射阵地 680米的地位 地面被砸出了一个深四米 直径22米的大坑 此刻我的身后就是那次 试验任务的发射场 60多年前那枚东风2号导弹 就坠毁在我所在的这片戈壁滩上 尽管岁月的风沙 已经逐渐抹去了这个坑的物理形态 却永远无法抹去 这次失败在发射场每位人员心中 刻下的深刻记忆 离开了外来援助 独立自主的设计制造导弹 注定是一场充满风险和挑战的盘登 面对功败垂成的考验 所有参事人员痛定思痛 重整机构 聂荣臻元帅第一时间派钱学森 从北京赶往基地 并一再嘱咐 既然是试验 就有失败的可能 不要被失败吓倒 我要追查责任 重要的是找出失败的原因 以利再战 钱学森和技术人员 根据对基地光学和雷达测量数据的分析 最终确定 导弹制导系统出现故障 需要返回北京进行技术改进 当年呢 就是有点太急于求成 本来该在地面做的试验呢 都没有做 所以呢 把整个的这个问题带到了天上 上去以后呢 问题暴露 在这次挫败之后 发射场的全体工作人员迅速重整其鼓 是要在不久的将来 见证改良后的东风二号 再度腾空而起 翱翔天际 经过了两年零三个月的等待之后 一枚经过精心改进的东风二号导弹 便沿着我脚下的这条路 运进发射场 1964年6月 经过改进的东风二号导弹 再次抵达东风发射场 等待了两年零三个月的人们 相对待老旁又来 对这枚导弹 给予了极大的热情 1964年6月29号7时 东风二号导弹 连火升空 精确命中553公里外的目标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那么我们爆炸第一枚导弹 东风一号 实际上是我们纺制的 所以就是从纺制到自行研制 到了1964年的6月29号 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 从纺制到自行研制 要导致主创新 毛泽东主席曾经也说过 我们要搞一点原子弹 搞一点导弹 那么看用试验的功夫是可以的 东风二号导弹 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 第一款导弹 这是一款中进程的地理导弹 这款导弹的试验成功 标志着中国完成了 从纺制到自行研制的 就在东风二号导弹试验 成功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 1964年10月16日 在罗布泊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航空出世 这声巨响让国人骄傲 也让世界震惊 我们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 美国国防部长就曾经说过 就是中国虽然有了核武器 但是它没有运输的工具 五年内 五年之内它不会有运输工具 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是一片报道 爆炸虽然成功了 但是白忙活 因为它没有枪 有弹无枪 白忙活一场 所以给中国人的定位 就定位在有弹无枪 所以我们就加快研制步伐 把东风二号改这个导弹 不断地取得突破 由原来的600多公里 最早的进场 后来逐渐加大的射程 达到了1300公里 满足了试验条件 在自己的国土上 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 在世界上上述首次 稍有差池 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6年9月8日 随着四枚东风二号甲导弹 缓缓驶入东风基地 一场关乎国家安全与尊严的 重大试验 两弹结合试验 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枚真正具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头 被安装在了这个 东风二号甲导弹的前端 为此 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 都对导弹进行了 最后的检查与调试 确保每一个环节 都万无一失 在一次导弹测试过程中 操作手王长山 就发现了一根 不足5毫米的小白毛 王长山丝毫不敢大意 这个小白毛 如果掉到 正好掉到插头的结束点上 把这两个结束点隔开的话 那就断练了 后来王长山找到了一根珠棕 花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把接口处的小白毛 挑了出来 这让前来检查工作的前学生 非常赞叹 前学生就交给我 带回去进行教育 后来我们就根据小白毛的精神 炸墙出场 检验 这个当年测试中的小插曲 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这种严谨 细实的工作作风 也被一代又一代东风航天人 继承和发扬 成为了今天航天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1965年 东风二号夹导弹计划于11月进行首次试射 10月20号 发射前的最后一次核链顺利完成 而就在这次核链完成 进行液氧燃料撤收的过程中 已经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时隔半个多世纪 2018年4月 那些当年亲身参与此次核链任务的 河南籍老兵们 不远万里 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这片热土 来到了让他们终身难忘的敖包山 这就是我们往赖胡永西 牺牲的地方 救人的地方 这个敖包山也是一个营重的地方 老人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很多年前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王来 是老人的战友 当年王来是燃料家住中队的一名操作手 1965年 东风2号夹导弹计划于11月进行试射 10月20号 发射前的最后一次核链顺利完成 核链结束后 王来和战友一起到敖包山附近处理剩余的液氧燃料 在处理过程中 液氧突然起火 引燃了旁边的红树丛 在中午山 看到一个火苗 用作提的时候 提着了 就是放在液氧 做火 扫了火苗没扫完 他提了 做火了 王来无人行为救他 把他救好了 把他救完成了 王来无人行就适出这地方 正别怕怕怕怕怕 怕了人是无名 再也怕不中了 这就是我们王来无人行 牺牲的地方 英雄已适 当那毫不犹豫的抉择 那痛楚而又坚定的脚步 那三十八个焦黑色的足迹 却留在了他热爱的大漠戈壁上 几十年过去了 英雄的精神 就像他目前的这棵小树 永远扎根在东风寒天人的心里 我怕不远远远来看你了 我们非常想你 今天我们来看你来了 不要的战友来看你们了 郑州的战友来看你们了 你干系吧 随着用于测试导弹安全性能的 空爆试验和冷试验相继成功 两弹结合全程飞行试验 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那当年呢是做了两次冷试验 主要呢是试验弹头能不能空爆 因为核弹头落地了以后再爆 它这个威力就不够大 1966年10月26号下午 转运车队将东风二号假导弹 送达了发射阵地 但天空不作美 发射阵地附近刮起了大风 气温也在持续下降 天空挂着昏天地暗 几乎是到身手下 严重的车一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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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能够在预定时间发射 发射前的吊装对接的工作 必须按时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接操作手的田宪坤脱掉了麦套 钻进了弹头与弹体之间仅有的50厘米缝隙之中 两弹结合实际上是把核弹头和导弹弹体结合在一起 这个危险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稍有不慎 任何一个差错将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对接的时候 手掌们都做不错都站出来了 都在外面站着的 你也走最后也出来 穿着那个戴着那个皮毛把耳朵也烙下来了 平时训练时40分钟就到完成的操作 这一次田宪坤用了80分钟 50公分块一个人的盘子 就是一个大量的那些就超多多 你别的不是天冷的 即便是很暖和的天气 只能80多分钟那是不容易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 这位两代老兵的讯息 却得知他已经去世 而关于两代结合任务 他对妻子儿女之死都一字未提 两个人他们代表九泉卫生发射基地 我从他们来看里面 他们没有忘记 你应该安心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 风沙已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射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有点难以後 再回答 以前自己看유라면 我自己看不出 李易 ignor 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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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18号即将返回 从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 到如今中国空间站已经载轨开展110余项实验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 中国航天的足迹还将会遍布更远的星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国家的玉米种植 一直面临着虫害病害等等的问题 那据了解这2023年 我们国家的玉米 进口量就达到2700多万吨 这其实对我们国家的 粮食安全保障其实是不利的 那怎么样减少病虫害 对我国玉米种植的影响 增加我们玉米的产量呢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试验田 就做到了 今年它的玉米种植的产量 相比去年增加了约9% 那这么一个大的产量的提升 究竟是怎么做到呢 我们走进这边试验田去看看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玉米的试验田里啊 我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刘老师 我们请刘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今年的这个玉米 为什么收成会这么好 其实呢就是咱们这片玉米田啊 它是一片就是咱们国家 释放种植的一个 转经的一个释放田 这个转经玉米品种呢 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这些转经的玉米品种 它之所以能增产呢 其原因呢就是说 咱们这个转经的玉米 它是抗虫和赖除草剂的 虫害对咱们的玉米 这个产量损失的话 一般平均是在每年10%左右 严重的时候有30% 所以如果咱们有这个 抗虫的转经作物 咱们即使不打沙虫剂 咱们就可以把咱们这个虫害 损失这个10%的产量 把它保住 所以说它就实现一个 间接增产的一个作用 就是我用了转经的这个技术的话 我这个玉米其实是 不用杀虫剂的 对 这个就即降低到咱们 杀虫剂的这个成本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10%的产量 把它保住 实现这个增产 那刚刚呢 我们是从这个试验田里面 摘了一个非转经的玉米 就是我们普通的玉米 没有经过转经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呢 明显我们这个玉米的顶部 它是有一个虫害 相当于虫子吃了这个玉米了 那我们来摘一个 我们转经的玉米 来对比一下 这俩玉米有什么不一样 先去往下一顿 好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 来 普通的玉米 这是转经的玉米 我们看到这两个 其实长得都差不多 是吧 刘老师 是的 它在外观上面 如果没有虫咬的话 在外观上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咱们转入了 那个抗虫 那除草剂的基因 既不参与它色泽的形成 也不参与它的外观的形成 所以的话 它和传统玉米相比 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可视的一个变化 其实一说到这个转经音 很多公众都是谈转经色变 一听到转经三个字 就脸色大变 就觉得哎呀 这不好呀什么的 这到底转经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技术 它在我们国内 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转经技术呢 就是说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 相对比较高声 但是我们可以引用一句广告词 就是我不是矿泉水的制造者 我是矿泉水的搬运工 咱们转经技术一样 它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基因 它只是把这个基因 从不同的物种里面搬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物种里面去 比如说咱们说的 这个抗虫玉米是吧 对 那里面用的一个基因 是来自苏云菌芽巴杆菌 这个基因是苏云菌芽巴杆菌 本身存在的 而且苏云菌芽巴杆菌 是在我们那个有机农业里面 去用造就是杀虫剂 杀虫剂 对 我们把一个有机产业里面的 一个杀虫的一个细菌里面的一个基因 把它刻弄出来 从个转经技术 转到玉米里去 让玉米得到 就是抗虫的形状 抗这个虫的基因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转经技术 它就是把好的基因 从其他地方 其他的物种里面 挪到这里来 挪到里面来 仅仅而已 转经技术的应用 不仅赋予了作物 抵抗虫害的能力 让作物增产 同时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 重要战略之一 然而尽管一处显著 社会上仍有不少人 对转经食品安全性 持怀疑态度 那么转经食品是否是安全的呢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 就是我们这片玉米试验田的 我们这个种植户了 我们来采访一下它 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 有没有了解过转经营这个技术 之前就是听说这个转经营 说是对生虚 吃过了这个转经营玉米 这个结果 说会导致流产了 或者是那个闹病 听这些个谣言 然后从去年也是听 专家说这个转经营 对人畜没有害 然后我试验了 种了200亩 然后平时我们种 普通的那种玉米 是亩产 1600到1700左右 去年我就是增产到200斤以上 那从您的这个经验出发 您现在种的这个玉米 给那些牛羊吃了之后 它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没什么样的反应 还是正常 然后母牛产 也都非常正常 也没出现那种流产了 或者是什么病了 没有这些现象 其实就是说 首先说结论 肯定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 两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转经营作物 所用的基因 都事先要去判断 它对我们动物 对人有没有危害 所以它的功能 过敏特性 这些是都需要 全面评估之后 我们再去决定 把这个基因 转到作物人去做的 因为咱们一个 转经营作物的研发 就是从研发到最终 拿到安全证书上市 平均一般在 11到13年 所以这么长一个周期的话 我们科研 对科研人员都会 非常谨慎的 所以就想给我们 就是观众朋友说一下 通过安全评价 依法上市的转经产品 它的安全性 是有保障的 大家放心